从地铁站出来,大家就能看到南北两座城楼,而且这两座城楼上都写着正阳门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大家仔细看这两座城楼,在城楼两侧都还保留着城墙的痕迹。 其实,在一百多年前,这两座城楼都有两段城墙相连,围成了一个圈,这个圈就叫瓮城。在瓮城两侧还有闸门,整个瓮城统一称作正阳门。 由于正阳门位于紫禁城前面,所以又俗称前门。南边的楼叫正阳门剑楼,北边的楼叫正阳门城楼。 那么这个瓮城有什么用呢?其实它是紫禁城的最后一道防线,当敌人攻入剑楼后,守城官兵放下剑楼门洞里的一个千金闸,这样就把敌人关进了瓮城。 官兵万箭齐发,如瓮中捉鳖,就把敌人消灭了。 其实吧,这个防御攻势也仅仅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。 试想,如果真到了敌人攻入剑楼的那一部田地,绝不是消灭一小队敌人就能解决问题的。 此时,天下早已大势已去,无力回天了。 要不然,崇祯皇帝也不会挂在锦山的歪脖子树上,也不会有义和团八国联军焚会正阳门这么丢人的历史了。 正所谓万里长城金幽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